第18题有三个金属小球 彼此间坚人因静电力互相吸引 则此三个金属球的带电情形应是如何 我们透过静电力互相吸引有两种情况 一个叫做异性电相吸 一个叫做带电的会吸引不带电的 那么我们三个金属球当然不可能大家都不带电 那就不会互相吸引 那么平常讲法就是有一个带正电 有个带负电 这两个就会互相吸引 那另外一个就必须是不带电的 因为他不管是在带正电或带负电 就会跟某一个正电或负电互相排斥 就不符合题目上所说的 三个之间都能够因为静电力互相吸引 那我一个不带电的 那么正电跟不带电的会互相吸引 负电跟不带电的也会互相吸引 那么正负电之间也会互相吸引 这样子就表示三个之间 彼此都能够因为静电力互相吸引 因此第18题问我们说 则此三个金属球的带电行星应是如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一个带正电 一个带负电 一个不带电